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九点热话题 我是秦琳谦 首先来关注的是 好事多又有一批冷冻蓝莓 被验出A型肝炎污染 总共有1.5万公斤已经全数销毁 幸好没有进到社区 专设退货柜台还是没撤掉 排队民众手里提的 都是被验出有A型病毒的综合美国品项 但是现在又有另一款蓝莓有问题 早在事件爆发之前 4月11号就报验这一款蓝莓 没想到5月1号 结果出炉又被筛出阳性不合格 1.5万公斤全数销毁 就算没进到社区 但先前进口的都是抽烟 难保有漏网之余 现在要回过头做市场查核 食药署有要求结果出来之前 先告知消费者产品有疑虑吗 在法律上面的话 这并没有授权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还未知的东西 去要求这个一定要对外说明 他的产品不可以吃 而好事多这回先公告 若有购买这款冷冻蓝莓有效期限到2024年2月24 以及2月25的产品要立刻停止使用 都可办理退货 但食药署人造质疑动作太慢 输入食品一般抽批2%到10%茶叶率 自从第一次美国边境不合格加强变20%到50%茶叶率 市场鸡茶二次验出4月29号才提高为100%逐批茶叶 也就是说先前进口的都是抽茶引发担忧 没查到的可能都已吃下肚 甚至来没用途也很广 甜点类起司蛋糕 杯狗 优格都会看到他的踪影 若食材有病毒主收后风险大幅降低 但身材就得较留意 这也是为何需要边境查验 只是好市多进口的失误 像是1到2月农产品检验 日本草莓减出农药残留 尽管好市多强调 目前全数冷冻莓果商品已下架 只是抽验比率源头追查 市井机制得更全面 否则食安疑虑也跟着浮上台面 对不对 新闻综合报道 卫福部已经下令暂停好市多 从美国进口莓果类的产品 一个月总共三号列的品项 包括草莓 蓝莓跟黑莓等等 但不只好市多 台中有一名男子感染黑肝 据说也是发现 他曾经使用相关的冷冻蓝莓产品 我已经请食药署暂停好市多 这个美国肝的输入 边境拦截不敢松懈 毕竟台中已出现个案 男子有墨西哥出国时 回国后正巧有使用过外送平台 向网络超市购买的冷冻蓝莓产品 感染源疾管署该怎么判定 距离发病还是算有一点久 那加上他又有在国内 使用这个冷冻 美国算不是好市多的那一批 把偏改判回本土 A肝潜伏期长达60天 消机会不排除提出团体诉讼 有食用的民众不仅担忧 更质疑食药署慢半拍 3月19号美国FDA发布 产地来自墨西哥的冷冻有机草莓 污染A肝病毒的回收警讯 当时同批没有输入记录 因此只发布了消费者红绿灯警讯 但随后也扩大查验边境 隔了一个多礼拜 进口报验了智利输入的 柯克兰冷冻三种综合煤 4月10号结果出来 检验出A肝病毒阳性 当时退运销毁 隔天食药署启动市场查核 只要求好市多预防性下架抽验 却没要求告知民众先停止食用 就这样隔了17天结果出来 验出一件A肝病毒阳性 民众才获知消息 等于多吃了两个多礼拜的毒莓果 食药署解释 没结果前让好市多自行决定 是否告知消费者求抛给业者 但好市多从事发至今 发布了一次新闻稿说明 强调主动向食药署报验 配合通知会员召回商品 只是4月27号高雄卫生局 要求交出客户名单 好市多却已保护客户隐私 直到开罚后才交出名单 产品有风险送验 却不先预防性通知消费者 难道确认有问题 才大动作宣布且下架 食安疑虑消费者该如何安心 新闻综合报道 国民党立委常入NCC 进座抗议进店是安排的排审 那么最后NCC委员决议 则日再审 本来说要带税带不惜调灯夜战 没想到国民党立委下午1点半已解散 NCC排审禁电视案 难以一早闯进NCC抗议静坐 难落幕因为最后决议是下挥在审 代理发言人还说国民党团介入个案 我没有介入个案 我们是要强力监督 这说的是政院发大会报告 批国民党立委强占NCC干预独立机关运作 就连NCC也来帮羌 行政院在谈的是 他对于闯入行政机关 就个案去予以干预 我猜行政院是这个意思 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是独立机关 本来就有我们独立机关 要给我们独立机关的一个空间 强调独立机关的重要性 但为何就在国民党立委抗议后 没让禁电视案闯关过 NCC强调是因为禁电视 董事长郑优健康因素未能到场 但这身体状况明明在上周就已告知 禁电视闯关没过 下回再战 TVBH的董佑军女子恒泰报道 美国多达25个军火商团体访台 主要有关注哪一些焦点呢 详细荣教育资人记者李平宜 美国有25家军火商 在5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台湾 他们这个也是在2019年以来最大规模 但现在大家就来看了 大家最重视的应该就是无人机的部分 因为现在像是这个陈森国际 他就被报道过 因为他的总部就在台湾的基隆 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这一款 左轮手枪的无人机 因为他搭载的是8枚60公里的 迫级炮弹 他也成功的帮乌克兰 前置俄罗斯的入侵 只是现在大家也看 现在美国来的话 他到底还需要台湾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的生产的供应链 如果没有办法 及时的生产的话 他们也想看台湾的供应链 是不是可以加入 所以现在大家来看的是台湾的规模 好像是在军械 工业基础 还有AI的演算法这些 是不是都有能力可以来做发展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全球都在去红色的供应链 就像在美国 他们的无人机 是以这个中国大陆的最大龙头 大疆 大疆在美国 2021年的市占率就高达了9船 这也引发美国内部 对他们有这个资安的疑虑 所以现在大家看 这样子台美的交流的话 大家都在看台湾可以仰赖美国什么呢 因为现在最重点的是 这个飞行能力的提升 还有如果无人机 它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干扰 所以在远距通讯问题上面 也可以来看 另外还有它在升空之后 存活的能力 所以现在专家就说了 说如果无人机要大型化 跟高速化的话 势必是要美国的协助 像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 它就有这样子 需要美国方面的技术 所以大家来看 现在美国这25个军火商 哪一台 他们除了这个无人机的 这个战队之外 还可以发展的 像是触控面板 军规电子 还有纺织的军装 其实大家也说 可以变成一个发展的重点 主播 场外很热闹 大批抗议群众高举反战 聚军火要和平标语 警方加强戒备 因为在国际会议中心 正举行美台国防论坛 美方25家军火商 由太平洋陆战队退役司令 揭开论坛序幕 强调此行没违反一中原则 但这趟到访 引发不少争议 一度传出会到总统府 国防部 但双双被否认 但美方这次大动作 让国内军工概念股走扬 美台知识合作 也推升了 一个进一步的 军工相关概念股 有机会在这时候成长 军工类股在4月份的时候 其实也都反映了 5月份有美国军火商 会来台这样的一个讯息 因此在短线上面 利多实现之后 一定会造成市场当中 会有一些 获利调节的一个卖压 而军火商此行主要目的 传出是为了合作无人机 毕竟对押无人机技术 相对我方成熟不少 有鹿板死神之称的BZK005 从国防部公布 3号的航机图来看 直接把台湾当厨房 顺时钟绕了一整圈 4月29号当天 也有TB001 逆时钟绕台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同一天 归类红色沙滩之一的 金山海陆举行 登陆操演 虽然看起来是电登陆 但最重要的还是验证 我军如何反登陆 国民党议员徐巧新爆料 国民党已经决定在5月17号 只能招侯友宜选总统 青色白衬衫 国民党常会第二波立委提名 包含监困选区的台南高雄也搞定 但党内最想搞定的还是总统人选 突然强调总统路上绝对没有我 但总统人选是否已有主席影子呢 毕竟自家议员这么说 据我所掌握的 那征召时间应该是会落在5月17号 而且这个征召的对象 基本上这个侯友宜的机会是最大的 直接挑明说人选早已定 时间落在5月17 难道征心有所属 党他还是按照他既有的一个旗程的规划 征召是谁 我们现在必须很坦白的说 我们并不知道 党中央不证实内定爆料 甚至更传出早已开始筹划 北中南三场肇事 要替侯出现撞声事 那还在努力奋战的郭董呢 听是听到了 但没回答 民进党立委质疑 郭董到现在还没在新北座谈 是侯友宜全面封杀 没人敢借场地 另外更传出郭台铭团队已申请场地租借 但被打回票说 需要一个月前 新北市的场地租借只要依据管理要点提出申请 一切依照程序受理 至于申请方是否要对外公开相关资讯 我们也完全尊重申请者的权益 市府强调权益规定没有党 党征召前 郭侯各种风声不断 只怕征召后 争议没能 跟着断 联合报也针对了郭侯两人有最新的民调 到底谁最后能够代表国民党出现呢 再起品一问我们分析 现在国民党里面的竞争是相当激烈 尤其是郭台铭每天都有抛出一些话题出来 只是现在大家都说 他们两个郭侯之争 真的是有意气 但是不会有意气之争吗 像现在鸿海的创办长郭台铭 他就说 权力争取参选是他的唯一目标 然后这也被解读说 是不是不可能会当副手 只是郭台铭之前也有说过 他说如果他输的话 他一定会全力支持侯友宜 而侯友宜他其实 他被问到郭台铭的时候 他也说 他说正算起必 不管民调是怎么样 他说他跟郭台铭都会一起保卫这个国家 而且他说他对郭台铭是相当敬佩的 只是现在大家都说 他们两个看起来是不会对对方口出恶言 但是像基隆市长谢国良他就说 他说他看了这个民调他有振奋 因为这个民调就是联合邦的民调 其实不管是郭台铭或是侯友宜 对上赖金的都是赢的 不过谢国良也说 他说最好的时机 其实是比最快的时机更好 所以现在国民党的 立院党团的总召 曾明中他也说 他说其实郭跟侯是不会有意气之争 但是什么时候会被征召出来 他说最有可能的时间点 就是在17号或24号 就是在国民党中常会的时间 提名的时间是最大的 就过 好 要争取来因2024总统提名 郭台铭今天回到台北 跟工商进言会座谈 但开场唱完国歌之后 郭台铭就突然感叹 在美国唱国歌是另行公事 反观台湾却没有 回到台北办座谈会 国歌就是第一环节 但唱着唱着 郭台铭却似乎想起了谁 美国现在每一个球赛 都先要唱国歌 可我在台湾看很多 林书豪回来 林书豪怎么没有提出来 说应该唱中华民国国歌 举林书豪为例 下回记得把国歌唱起 但座谈对象建言会 主持开场 就突出 我们的重头戏 就是由我们郭台强董事长 来分享用科技和世界作品 郭台铭 郭台铭 弟弟喊成哥哥 迎来现场一片笑声 唯独郭台铭头压滴滴 不发抑郁 蛮心痛的 这两天我看到很多 关于我谈话的报道 以及相关的讨论 让我真的吓了一跳 当着台下听众的面 郭台铭主动把自己进来发言 整理一遍 特别是能源证件 包括一线市 一核电厂在内 方方面面 郭台铭逐一盘点 还坦言 自我检讨 到深夜 昨天晚上 一点钟 回到台北 以后 这个 在 车上想了一下 跟老怪别人报错 是怪自己没有说清楚 即前一天 向韩国瑜道歉 再来承认 自己还没学会 要与过去做区别 谦卑 再谦卑 体育院讯 最终去费 台北报道 而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 接受网络节目专访 谈到这两天蓝白盒的话题 柯文哲直说 从来没人跟他谈过 一件顺向民进党 2024对手 赖清德装的是什么可爱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直说医师出身的赖清德 疫情期间根本失职 柯文哲在打赖清德 曾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 为上层楼得转弯 反而自打脸 我美国不支持台独 我就很想知道 赖清德怎么办 你现在路线 不是跟柯文哲一样 你以前不是 骂中共同路人 你现在是 你是跟中共同路人 相同的政策 避免蓝绿对决 柯文哲对赖清德 火力全开 不让绿营忽视 另个原因 恐怕跟这有关 有一个民调 不晓人有看过 柯文哲跟赖清德 one to one对决 差不多 每天讲蓝白盒 对 他也没有来跟我谈过 然后每天 天天在媒体上放话 你刚才说 叫我们XX就好了 蓝白盒人家听起来 就觉得 遇太阮善 你有可能 不选总统的空间 看他们怎么说服我 郭台铭他要争取 国民党的提名 如果他没有提名 他说他支持侯友 这个他承诺了 那好像没有我们的婚 蓝白整合看来 也不是没得谈 柯文哲先帮近来 频频失言的 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缓家 当道老板当管 当管 都骂 东骂西骂 人家被你骂也不敢回嘴 因为领理薪水 老百姓又没有领理薪水 再说不会对侯友宜 大开杀戒 我是不会设他 但是民进来就会设他 柯文哲炮火对准赖清德 先制造柯赖火花 也不谈谁整合谁 一旦来营 被迫水赋 得力者将是柯文哲 TVBS新闻话哨评 林平台北报道 另外柯文哲 今天晚间现身南投逛夜市 大吃美食 详细情况 交易记者连陈轩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今天晚间现身南投逛夜市 画面中可以看到 柯文哲不断品尝在地美食 从阿尖到夜市牛排 咸得吃碗换吃甜的 连一旁的幕僚直说 柯主席的胃口真的很好 还有支持者很开心 高喊总统好 柯文哲的高人气 民众抢着拍照握手 但另外一头 同样要选2024总统的 赖副总统 晚间在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燦陪同下 出席桃园企业联合会 交流晚宴 而被问及在选前 是否访美 只见赖副总统微笑 一阵后回应谢谢 以上为您掌握到资讯主播 而看起来已经定于一尊的 民主党赖金德 面对2024 是不是可以躺着选呢 恐怕也没有那么轻松 那么继续再交给评议 现在国民党看起来内部很乱 但是民进党 外界都说民进党已经定于一尊了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他要来代表民进党 选2024的总统 只是现在是不是 他其实挑战才要开始 因为大家应该有发现 其实民进党内部的杂音 其实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这杂音是从哪里开始 媒体人黄光琪 他就说这个纷争就从赖清德 他所说的排黑条款开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昨天陈水扁前总统 他是上凯道 还有到立法院 去帮他的儿子 陈志忠来请命 但是这个陈水扁 他的影响 其实是不可小觑的 所以就是说 陈水扁他应该也会有 影响到赖清德 而且他昨天对赖清德的话 是说得相当的酸 只是现在除了陈水扁的挑战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赖清德 提到的信赖条款 看起来民进党内是不甩他 因为像是在他们的立委初选里面 王世坚跟何志伟这个监委大战里面 其实王世坚他就挑战成功了 接下来大家来看的就是 民进党另外一位立委高嘉瑜了 高嘉瑜在港湖里面 虽然现在看起来民进党内 没有人是挑战他 但是他似乎还是受到 党内的这一些制肘 而且是不是党内有结合激进党的力量 要来几下高嘉瑜 所以现在其实高嘉瑜的状况 其实是更尴尬的 他会不会受到党内的 所谓的政治霸凌 也是让大家相当的注意 所以现在黄光景就说 赖清德党内的挑战 其实才要开始 主播 而国民党港胡立委 初选民调将在7号等场 不过今天是党部主委 黄女锦茹跟李燕秀 游淑会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在新美市长侯友宜的 出手协调之下 游淑会决定退出初选 新美市长侯友宜又出手 协调党内初选 让港胡立委一站出现大逆转 我最后决定停止出选 让国民党在港胡地区 快速整合 两人近期平隔空交火 侯友宜二号赶紧主动约 双输吃饭 游淑会在脸书曝光 与侯友宜对谈内容 强调2024这场团体战 不一定要内战内号 因此愿意终止出选 支持李燕秀出战 而李燕秀也表示 侯友宜提醒 明年港胡立委选举 绝对是指标战区 所以昨天经过侯友宜市长 跟我们沟通之后 我们觉得大家都以大局为重 党内对决落幕 但现任港胡立委高家瑜 为游淑会点播这首歌 事实证明 无论游淑会再怎么努力 还是比不上李燕秀 我劝游淑会 也不要再叫我唱什么歌了 还是回家自己唱太委屈吧 到底有没有太委屈 游淑会上节目无奈表示 印好的文宣都要销毁了 本来今天有十万份文宣都已经印好了 今天很多志工是要帮我去发的 现在要把那十万份拿去销毁 那自己留一份在那边自我欣赏一下 旧的文宣要销毁 恐怕得准备新的 国民党北市党部主委 铺好游淑会的赛一步路 要让他挑战艰困选区 这一位是否要对战 士林大同的往事间 我觉得大同士林这一区 党还做整体的规划 我个人也需要再考量 那如果说看到尖歌的话 我又要练另外一首新歌了 我认为等国民党他们确定 提名人选 那我再来回应比较适合 国民党港湖立委初选 双输相持不下 侯友宜这次出手 展现最强母鸡的态势 TVBS新闻刘宇俊年轩台北参法报道